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龙无人机抵达拟阵上空可暂时恢复移动通信 这个短信让一龙无人机在灾区上空停留了5个小时 确保了当地百姓在短时间内用手机能够发送各种各样的短信 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王世宜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就据航空工业的有关消息 一龙2H这次此次出动的无人机是一龙2H应急救灾型无人机 他是在21日14时22分从贵州安顺机场起飞 在前往河南然后执行了5到6个小时的侦查和终极任务以后 然后返回了这个就是返回基地 然后他是在21日6点钟进入了这个米河镇通信中断区 执行了这个应急通信保障任务 然后米河镇的那条著名的短信也是就是到了晚上6点钟收到的 这个当时大家就有人就开始算嘛 说整个任务时间有16个小时 然后在任务区上空的有8个小时 但是实际上只保障通信保障了5个小时 大家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中间有大概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去哪呢 大家说因为飞机是从贵州安顺起飞 要飞到这个河南这个来回的时间就花很多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啊为什么不能够这个飞机从近一点的机场起飞呢 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为止就是翼龙2H作为一款较新的这种 长航式的这种通信中斤就在用的这种民用无人机 它是去年9月份才开始批量采购的 目前这种南北各一架 其中南边那一架就部署在这个贵阳安顺 由于翼龙无人机虽然可以像正常的有人机一样进行转场部署 但是翼龙无人机的相关的通信设备和这个控制设备 是只能依靠这个大型运输机和这个大型的这种货运车辆才能这个进行这个专场的 这个专场本身要有时间 所以它就不得不从安顺机上起飞 然后前往这区进行这个制空流空支援 对实际上来说从时间上算 如果考虑到要把这个它的地面设备运到这个比如说武汉啊什么其他的更靠近这个河南的城市的话 它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比它直接飞出去还要久 所以说从这个考虑最后是选择了直飞 对而且翼龙无人机嘛 都众所周知它的制空时间在这个28个小时以上 但是这是在携带不就是不插电的导弹的情况下 就是翼龙这个无人机它所携带的吊舱呢也是要本身也是要电的 虽然翼龙无人机能够制空40个小时以上 但是呢这个电肯定不能说给它插40个小时的电 所以呢中继5个小时 虽然我们还可以可以中继更长时间 但是5个小时基本上也是极强 而且随着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救援力量进一步进入这个河南的这个在区 然后呢这个通讯中断很快也会被这个地面更有效率的这个基站所替代 应该来说啊从去年9月开始采购到这个今年 现在就已经完全的形成这个使用能力 翼龙无人机这个通讯通讯能力应该来说是非常快速的 这里啊就不得不提到说在今年的这个5月14日啊 这在这个啊在四川省举行的这个所谓的应急使命2021演习 因为呢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就在这次这个演习之中啊 翼龙无人机恰恰就扮演了一个与这次他在这个呃 在郑州地区这个扮演任务几乎完全一样的这么职责 因为为什么这个演习中啊他假想就是说模拟四川发生了7.5级地震 然后灾区啊房屋倒塌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灾区 然后呢电力通讯什么全部中断 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翼龙无人机就是呃就是被应急的派往这个所谓的模拟灾区地区 一方面进行这个灾区的这种呃侦查和这个征兆 另一方面呢呃就是为这个灾区恢复部分的通行 因为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温泉大地震的时候 温泉大地震以后造成了四川地区大量的通行中断 然后呢很多灾区的信息就第一时间发不出来 所以才会有这个空降兵 对我们就讲空降兵十五勇士嘛 实际上是空降兵是在12日很晚的时候才建立就重新建立了这个灾区的通信 然后在2008年这个事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思考用这个航空 用航空力量进行这个恢复中继通讯的这个能力 就是翼龙的这种通信中继型也是因这种情况而诞生的 应该来说这个通信中继呢呃用飞机进行通信中继 首先在军事上非常的常见 而且很早以前就有 而在这个民用的这个通信中继来说呢 其实也并非我国独有 那比如说像这个美北美啊其他的一些国家 其实他也有在某些地区会有这个在灾区上空 会有短时间的啊提供这个呃通信中继的这种飞机 但是他们这飞机呢一方面他们都是有人机 飞行的这个时间很短 而且他可以就是说呃覆盖的区域也很有限 而另一方面呢呃实际上就是美国这个说大家都知道呢 各州条件不同是吧 很多地方啊该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又没有 所以说这个呃他的情况呢可能就新技术嘛 毕竟是有这个后来的代差的 目前为止全球采购这种长航式无人机的国家比较少 像中国算是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这也是我们航空工业这个从军用技术 转为民营技术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典发 大家网友就在网上说嘛说这个无人机啊 被这个研发出来以后 美国人啊啊拿来用CIA啊用这个导弹进行精确斩首暗杀行动啊 我们呢把它用来啊住建为离对吧化建为离 把它成为一个这个呃救灾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中继力量 应该来说呃这也是我们航空工业或者说国家综合力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呃很好的体现 对当然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无人机救灾力量还是有诸多不足的 首先是数量不足这个是可以通过后续的采购 在河南这次事故以后凸显出无人机的重要价值以后 我们相信未来这种通讯中级无人机也能做到至少是就是华中华北华东这几个大区 各个区域有一个都会有第二个是这个通讯中级的这个速度问题 这次我们无人机在灾区呆了5个小时实际上恢复的不是4G通信是2G通信 为什么是2G通信呢 就是总共的流量大概是保证了6000多个人加起来是2G的流量 实际上它更保障更多一点到20个G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说保证到200个G那就很难了 对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低轨道的这种通行卫星星座 对没有办法进行很快速的这个信号的这种中级和这个发布的这个能力 大带宽的这种上中级上传这个信号上传的能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2G只能保证说大家用文字发个平安 把这个最重要的信息给这个上报上来 虽然2G能够发送的文字已经足够我们进行救赛了 对 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翼龙无人机 它除了携带这个它现在大量的图片都是 它用自己的光电吊舱和SAR吊舱 就是雷达成像吊舱自己拍摄的 而不是当地百姓拍摄的 如果说当地百姓能够 就是未来我们如果有更强的这种空天通信保障能力 那么可以保证当地的这个收拾情况 实时上传到这个防灾指挥部中心 就能挽回更多的损失 对 好的 那感谢王世宜给我们的介绍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好 下次再见